中文字幕 李宗盛 時間差不多了 家寶去哪裏呢 約了去逛街 喂 雲莉娜 家寶你好 我們走吧 先扔垃圾吧 這個不要扔了 這個洗乾淨可以回收 還可以有積分的 但我不知道怎樣洗 沒問題了 我教你 1 2 3 那我們現在做甚麼好 我們首先要清洗這個紙包飲品盒 撕走這裡的飲管套 還有飲管 然後有四個角 把它撕開 然後就扁扁盒 扁扁 然後就剪掉這個角 其實我們就要剪開了盒子 最主要目的就是 讓它清洗得乾淨一點 還有回收的時候 就方便一點 其實還有飲剩很多 OK 先洗洗它 放進去 除了 收到 那膠樽是不是只用清水拿些就可以了 是啊 你拿下去就可以了 這裏還有一個紙巾,紙巾是紙巾,是否拿回收盒就可以了? 拿回收盒是對的,不過這裏有些膠,所以要撕掉它 你撕掉它吧! 好啊! 其實順風也是一樣的,透明的... 膠上,膠也是撕掉它 很難撕啊! 我幫你吧,一起來吧! 洗乾淨的垃圾可以去哪裡回收啊? 其實香港每一區都有六在區區的環保回收站 回收便利點和回收流動點,方便市民回收的 這就是六在佐敦回收站 它可以回收不少於百種的回收物價 包括紙包、飲品盒、金屬、塑膠、其他塑膠、 廢紙、玻璃瓶、省電膽、充電池、小型電器和光管 除此之外,還有四電一路的回收 現場還有洗手盆,可以簡單洗一下水瓶、洗一下手 還有一部全新的膠瓶回收機 聽起來都頗方便啊! 但我有時都會回家,去不到回收站 沒問題,其實每一個環保回收站 都有一個夜間自在回收的機制 你放它進去便可以了,很方便的 說了這麼久,到港積分卡儲分環節了嗎? OK OK,看你剛才這麼專心,等我告訴你 其實只要儲夠2KG的回收物,2KG? 那你就可以開一張會員卡繼續回收 儲了分,就可以換不同的禮物 不過注意,不同的禮物,不同的回收物 應該說,那個積分是不同的 膠瓶和玻璃瓶是最高分 因為他們的回收價值是最高的 那麼多回收物去開積分卡 不要緊,不要緊 你只要用手機,下載錄錄照應用程式 那你就可以慢慢儲,儲夠2KG便可以了 我會努力儲積分的了 非常好,儲積分是一樣東西 但其實呢,先停一停 但其實是想將一些有用的資源去回收 鼓勵大家環保多些 那你儲了積分,都可以換一些東西回家 你就知道那些東西其實是有價值的了 知道 讓我帶你去看一些東西 1、2、3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哪裡? 你家裡的垃圾就來這裡了 垃圾站 其實香港的固體廢物都不少 不過我不懂背 讓我看看貓子 其實我們每天都製造1.4萬公噸的垃圾 因為田區快滿了 所以政府接下來都想減少垃圾 多一點循環再造 其實稍後還會有垃圾蒸費 原來每天有這麼多垃圾送去堆田區 是的,麻煩你轉個咪 好 不用擔心的 其實我們每天做好垃圾回收分類 就可以減少堆田區的飽和速度 還有看回數據 我們香港市民的環保意識 已經越來越上升了 在2020年的回收本地循環再造 都市垃圾固體廢物量有23萬公噸 比起2021年的20萬公噸 已經少了11% 非常有進步 麻煩我又要第二支咪 是的 2是這個數加回收物料的回收數據率 亦由74,000增加到94,000公噸 就是這樣 不過我們也不能鬆懈 要繼續努力 多點回收膠 收到 要遲之移行 好 我們還去逛街嗎 去什麼不去 拿些膠出來 順便去回收買 好…